抓到你了 小龐 殿下 你没事吧 别回头 带罗欣下去 是 走 你还不快走非礼巫室 是你自己闯进来的 为什么让我走 好没道理啊 你若是不想走 我倒是无所谓 我还就不走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你怎么又头疼了 难不成我是你的客行 你一见我就头疼啊 好在我不用娶你啊 那我还要谢你不娶真呢 有温柔贤惠的赵姑娘 这当然是天底下 最好的青蛇了 我把你拿着 还不为她 怎么同volve你 吧 你把他们谈好 你再不想 算费 你需要 我 我 不许 我 我 哦 小枫 这个九公主 明明要嫁给你 为何见到你就要逃啊 她 又能逃到哪儿呢 啊 啊 饶了 卜你 别怕 救命奴婢 住手 义王殿下 救救你救救奴婢吧 义王殿下 义王 义王 你这是佛像称之的 不过瘾 连太子的事情你都要管啊 这是我的奴婢 就算要惩罚 也自有公归去罚他 还轮不到你来用死刑 这个贱婢 他经了太子的马 别说我鞭刑他 就算他死个一百次 也不可惜 怎么罚 也是我这个做主子的说了算 不劳世子费心了 长儿 起来 我们走 是 义王 莫非这剑壁是你的相好 你这样护着他 身为世子 嘴巴还请放干净点 别跟个吓得奴才似的 你说什么 皇兄 弟弟自会主治手下的人 这奴婢 我就先带走了 走 五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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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这个奴婢顶撞了我 我要将他留下 带回府里惩罚 难道你认为我 处事不公吗 弟弟不敢 谅你也不敢 皇兄 你我之间 也不至于因为一个奴婢闹得不愉快吧 既然皇兄想要亲自出发 那我过几日 便派人去皇兄那把人领回来 还请皇兄给弟弟几分薄面 留他个活路 小枫 洛西 永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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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知道吗 方才五哥与李燕 居然因为一个侍女打了起来 五哥被太子带来的人制住 之后便怒气冲冲地走了 这么严重啊 那裴少将军怎么样了 走了 你现在去追 或许还来得及 洛西啊 你们用过晚膳了吗 回太子哥哥 还没有 这个时候回宫 在路上就错过完善了 我已经让人准备了 一到用过了 再由我 送你们回宫吧 不用了 太子姐 小枫 你 好像很爱喝这碗 吟而雪梨汤啊 这个挺好喝的 女孩子就喜欢甜食 你若爱喝 我这一碗让与你 不用了 太子殿下 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 无妨 日后咱们就是夫妻 莫说是一碗汤 你的风 你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谢谢太子殿下 就算爱喝也喝慢一点 免得噎着了 你去啊 有名珞西 你们是否也想要些甜品 不用了 太子哥哥 小枫 小枫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好 小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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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驾到 见过圣上 见过父皇 见过娘娘 怎么会中毒的 现在怎么样了 启禀圣上 九公主中的毒分量不轻 微臣暂时为九公主施针 缓解毒发 但若九公主三日之内 不能服下解药 恐怕 那还不去配解药 九公主中的毒实在奇特 微臣 微臣也看不出来究竟所中何毒 我告诉你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她救醒 是 封锁离宫 好好设查 一定把凶车找出来 儿臣领命